Le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兇人對上庫曼人 那地圖是天梯阿拉伯對戰地圖 好,我們先來講兇人 兇人的話一開始木頭會減100 但是他可以不用蓋房子 所以有一些人會推兇奴 當作新手的一個標的 因為不用蓋房子 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少 但是如果一開始就玩兇奴的話 很多配置會有點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建議的 但是如果他只是偶爾玩玩的話 兇人就隨便玩 玩什麼文明都可以 好,那馬弓的話 是比較便宜的 兇奴這個文明 兇奴的馬弓呢 是到地龍時代有八折優惠 那城堡時代也有九折 所以他打城堡時代打工兵 馬弓路線的話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再來他的這個寶兵比較特別 這個UU這個達拉罕騎兵 達拉罕騎兵的話是騎馬版的劍勇 可以拆建築物、城堡、TC 我都拆得很快 那他的遠防還有七 所以來說 他是一個掠奪超級強的文明 但是他也有遊俠 但我覺得他的打拉罕騎兵的管範 應用的程度更高一點 因為遠防很高 所以還可以秀一些工兵操作之類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庫曼 庫曼的話他的最大特別 是這個封建時代 就可以蓋這個TC 那一開始封建時代送TC 然後還可以用這個 衝車 封建時代就可以蓋BK 然後蓋衝車出來 而且他的射箭場跟馬臼 只要100木頭而已 就等於你只要花伐木場的費用 就可以蓋出射箭場跟馬臼 所以庫曼這個雙 雙射箭場 21匹小弓戰術也是特別強 他打一個封建快攻的時候 是很難擋的 而且又有衝車 所以庫曼的一個玩法是相當多元的 但是同時 上手難度也是特別高的一個文明 那順便再來講他的這個青茶 青茶是騎馬版的散彈功文明 這個馬功超級強 一次可以射出3到4發的箭矢 而且威力還不錯 但缺點是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到帝龍時代 這個青茶的威力會稍微弱一點 所以他最完美的時間 應該是這個 城堡時代是最強的時候 那我覺得 一直覺得庫曼有個缺點 就是他這個金冠 這個庫曼傭兵 隊伍的每個成員 可以在每座城堡 生產5名 庫曼的這個精銳青茶單位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能力 在單挑來說 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你去點庫曼傭兵 基本上是虧的 你城堡如果要到10座以上 才有回本的感覺 那基本上單挑 單挑的時候 不太可能會有10座城堡 可能5座就了不起了 所以庫曼來說 他的金冠 大部分時間是不會看到他點的 連團戰也不一定會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庫曼的一個金冠能力 應該需要去更新一下 改動一下比較好 好 那來看一下庫曼的一個選擇 庫曼他這邊要打什麼戰術呢 這邊是已經開始趕路了 欸 斯恩之路都要吃喔 然後拉了追回頭豬回來 稍微用TC射一下豬 但是要趕快把村民放出來 不然這個解豬要被射死了 OK 因為在控TC的關係 這個路回去了 有點小小失誤 這個是每個人都會很容易發生的事情 我也會 好 那路路一直吃 好 這邊已經點下封建石了 哇靠 這個是怎樣 17批封建 然後直接去伐木 8人伐木 省一個伐木場 有蛙金 那一定是打小弓 這一定是打小弓喔 那待會黃金應該還會再補 那這邊他的目標是要 先存到兩個射箭場的樣子喔 因為他 會這麼多人伐木也沒去蓋模仿喔 應該是要打雙射箭場 然後轉小弓 兵工場一級射這樣子 然後這邊均勻要先蓋 蓋這麼前面喔 喔 哇他這個配置蠻特別的喔 哇他這17批耶 這個是極限小弓耶 極速小弓喔 他有可能已經預測到對手庫曼封建會開雙TC是不是 他這樣打 稍微有點危險喔 因為很容易會斷肉 他這邊肉 剩100只能再按兩個而已 村民 好 均勻差不多要蓋好 嗯 房子 房子也不用補 因為他是兇人 欸對耶 他這個雙射箭場最怕的問題喔 就是怕沒房子 但他是兇人 並不用房子 欸 這該不會真的是 雙射箭場 好 兇人這邊上了 喔 哇靠 真的是雙射箭場欸 欸很兇欸 好但是這邊啊 黃金 可能要去補一下喔 這邊出來的村民喔 都要去補黃金喔 肉也要補一下 不然要斷村了 好這邊去 去這個採個果汁吃 果汁還是比較香的 免錢的最香阿 好那庫曼這邊決定是打一個雙TC 開農喔 封劍開農 一擊木一擊農都點下了 好 匈奴這邊居然還打輸 尷尬了 沒有這個刺 好那這邊伐木場 只有一個 然後兵工場沒有補 先補這個模仿 不然斷村很嚴重 直接補到八個人 七個人 還沒有到八個人 那還要再補一個 雙射箭場不斷小弓的話 至少要八個人 那如果就和中途喔 不繼續出工兵的時候 還可以再去按這個射箭場 不是射箭場 按這個四級 那這個八個人 挖黃金的人數喔 配置就不用再更動了 直接用買賣上這個城堡時代也是可以的 好 工兵直接過來 開始騷擾 這可能要敵掉了 因為他這邊雙TC沒有射箭場 連軍營都沒有 3TC開局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有軍營 不好意思 我剛剛想說軍營在哪裡 原來就在模仿上面 我一直在看右邊 我想怎麼會有射箭場 好 給射箭場蓋下去 但是上面防目人已經拉村了 只要收到村 就對兇人來說有一定的優勢在 因為他們這樣子來回移動 就會造成經濟的損失了 雖然沒有殺到任何一隻村民 但已經有足夠騷擾到了 那這邊 庫賣趕快按下這個 毛兵 然後再補下這個 冰工廠 來提這個異級射 但這個冰工廠可能要很晚才會補了 因為他已經快要斷村了 這邊還是會先撒農田 不然他這個雙TC就沒有意義了 OK 兇人這邊看起來燒了的 感覺還不錯 有稍微弄到一點東西 但是毛兵還不敢出去 數量還不夠多 這邊工兵有在出嗎 還有在出 工兵數量越來越多 但是毛兵也是一直有在按 但庫曼這邊如果按毛兵的話 很容易會斷村喔 哇 直接斷了 好 這樣一斷村的話 稍微就可以 所以 阻擋對手 庫曼這邊雙TC開農的一個節奏 那匈奴這邊 農田喔 也在慢慢灑了起來 好 這邊四個人吃過 木頭不到十個人 黃金只有七個 那他這邊會斷 會斷小弓喔 這邊小弓沒有一直按到點 好 七人小弓要上城堡時代有點困難 所以可能待會才會再補 或是斷一兩隻的小弓也是可以 那這個配置來說 對兇奴來說會比較好一點喔 比較不會那麼極限 八人挖金的話就真的很極限 哇 這邊超多工兵 直接射死兩村 三村了 哦 九隻工兵一級射 喔 再一村 哇 先生毒人四村 好 村民宿兩邊都是三十村 雙TC的一個優勢 似乎沒這麼有優勢 補下兵工廠 這邊要打算 趕快擠出這個一級射 才能比較有效抵抗這些工兵喔 好 家裡配置稍微換一下 這邊拉四村 到了右邊這邊 這是要前置劍塔的意思嗎 哇 一級工兵鎧甲也點下了 看來是要打工兵路線 很完整的那種 這裡沒有一級射 只要硬打 哇 但是還是被換掉兩隻工兵 一隻毛兵換兩隻工兵 賺爛了 好 匈奴這邊點下了防禦 這邊是要來這邊插劍塔嗎 這邊插一根劍塔在這裡 還可以挖個黃金 特香 看起來是喔 好 用工兵引誘對手毛兵 來左邊這邊 這邊要小心喔 不要被吃猴看到 刺猴在下面 應該是沒被看到 喔 他直接插這個位置 唉呀 如果插右邊這裡會更好 但沒有關係 這個位置的話 有可能可以插成功 不會被對手發現 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個視野 就知道了 欸 其實看到了餒 他有看到耶 哇 這邊看到 好像也沒辦法阻止毛兵過來回救 馬舟點下要來出刺頭來打村民 但是這邊大量工兵過來 這邊拉村民直接 被打了回去 工兵數量太多了 21 17P 雙射箭場 急速小弓 直接射爆對手的毛兵 太狠了 喔喔 11村 6村了 但是庫曼還是有一定的人數優勢在 好 人數到了 37打39村 那 匈奴這邊 黃金開始多了起來 他這邊好像有斷弓 斷弓兵了啦 對啊 他斷弓了 弓兵沒有繼續按喔 有點控不太過來的感覺 好 弓兵 黃金量有點太多喔 這裡要補個四級 要來直接上這個 城堡Snap 好 射爆對手的一個 毛兵 但是自己 工兵數量沒有再繼續補 所以威力會越來越弱 要村民回到後方去伐木了 但是這邊 工兵卻沒有到後方喔 我覺得有點尷尬 應該要去金礦出再看一次 好 不能在這邊 再繼續嘻嘻哈哈 好 趕快再過去補一下會比較好 喔 這時候大量人挖石頭 在哪裡挖 在哪裡挖的 欸 十一個人挖石 哇 在這裡挖的耶 哈哈哈哈 哇 這挖石頭的人有點多喔 好 四隻村民決定不回家了 要來直接硬A城堡了嗎 哇 這麼多人挖石頭 應該是要蓋城堡 沒錯了 然後那毛兵這邊稍微有守住了 但是 匈奴這邊已經要上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一上城堡時代 應該會按隻騎士喔 去防守對方的一個毛兵 那城堡會蓋哪個位置呢 蓋這裡感覺不錯喔 有個高地凸起喔 但我個人會喜歡更壓 這個金礦的地方 順便射Tc這樣子 蓋這裡 然後 可以燒到城堡 還有幾片田 還可以鎖到黃金 好 蠻香的 好 開始轉出了0鎧甲 一擊碼防點下 好 很痛 直接被擊火 欸 但是有兩隻刺猴出來防守 公民開始往下走 欸 村民 哇 他該不會是要蓋這個位置吧 欸 不是 你蓋這個 瞭望塔 直接蓋城堡嗎 不蓋城堡嗎 不蓋城堡嗎 先來鎖石頭 但是應該是被看在眼裡了 好的 我看到眼裡 如果他蓋這個位置就不會被發現 但這邊已經漏洩了 但很多工兵在這裡 完全守不住 好 這時候奴兵二級射點下 瞭望塔能蓋得起來嗎 這邊優先去處理工兵 但是 瞭望塔要蓋好了 瞭望塔直接上來全套硬打 好 奴兵升級 直接上去硬殺工兵 效果不錯 哇 還好他有第一時間去追工兵欸 把大量的工兵解決掉了 然後這個瞭望塔用瞭望塔直接尻掉 沒問題 趕快修趕快修 修得回來吧 騎士出來了 哇 還是被敲掉了 可惜啊 這個劍塔如果沒敲掉的話 修奴會很賺喔 好 這一波看起來只能撤退了 不過四個人去蓋城堡好像也蠻難蓋起來的 好 城堡決定要壓這個位置 共享差不多 這能蓋得起來嗎 後面一直騎士有在補 應該是可以 原對手還沒有上城堡時代 也沒有僧侶喔 可以招搶騎士 哇 這邊直接補下三個射箭場 這裡看起來十... 喔 總共有四個欸 又是怎樣 這個是要出...喔 五個誒 五個射箭場欸 有點兇喔 好 但是川民宿庫曼這邊領先十二村喔 經濟來說算是比較好的 呃 匈奴在第一時間喔 也沒有馬上補下自己的TC 打一個強軍士喔 單TC跟對方換 庫曼要打工兵嗎 還是要打...馬公呢 上一刀 死去 好 城堡決定過來守一下 好 下方這個城堡最終可以是被蓋了起來 這個城堡蓋起來可以處理掉一個TC 還不錯 但這邊村民宿有點落後太多了 希望可以用一些強軍士喔 多殺一點村民喔 不然庫曼這邊經濟越來越好 匈奴會有點難打 好 長槍兵直接第一槍 要出去開始捅這個馬公了 哇 捅爆 哇 兩下捅死一隻馬公 賊痛 六隻騎兵 往前開啟 但是奴兵升級二級射也點下了 庫曼走一個布弓路線 不是馬公 城堡想蓋這個位置 但是能蓋得起來嗎 這一騎士補的數量不夠多 長槍兵數量很多 是蓋房子 啊 來不及蓋 完盪 長槍兵直接硬戳騎士 戳爆了一堆騎士 村民也被騷了 攻兵互射打不下來 這個城堡只能放棄 四隻都沒死耶 但是血量有點低 這裡要蓋有點勉強喔 這裡蓋下了雙修道院 看來要來高速產生旅了 好 村民數剩55村 當然匈奴這邊村民數有點少 蓋一個BK 應該是要出頭是車禍或是奴炮 好 又來拉更多村民 過來直接蓋城堡了嗎 好 這邊選擇是出頭是車 匈奴家裡一片狼吉啊 好窮啊 那庫曼這邊 看起來還算好一點 好 村民數還是 有五隻左右的領先 但他射箭場按這麼多 一定不太懂這什麼意思 通常三到四個射箭場 在城堡時代出席就很夠用了 人砸到嗎 唉唷 大爆血 再來一發 騎士過來 要來英傑了 這裡一直沒有機會可以解到 戰略直接開始著想 哇 又遲到一發頭車 三驢直接招掉三隻騎士 要回頭來砍 弓兵又差點被砸到 三驢有一隻沒有死 這邊直接招到三隻騎士 數量直接反超對手 匈奴的騎士數量 這邊看起來庫曼匈多 匈奴看起來匈多吉少 正面這邊打不下城堡這個也蓋不起來 看起來是要第一寶了 喔 差點砍掉這個頭車 好 僧侶加上騎士 少量騎士頭車再來一發 沒頭到嗎 喔 頭到 再來一發 少於預判 但是你沒預判成功 再回頭一發 騎士被射死 硬蓋的村民直接倒地 少女只要想到 死去 最後還被射死耶 問號 再炸 哇 哇 又倒了一堆 想蓋 想蓋 但是蓋不起來 要不要先打這個 先打勝率也不錯 哇 勝率 這裡這裡這裡 超想超想 倒一發 噢 噢 噢 庫曼太堅持要射村民了啦 敢笑死 二十幾隻公兵直接被頭爛 好慘啊 好 城堡看起來也是蓋不起來了 那庫曼這一堆公兵 也確實阻擋住了匈奴的城堡的一個前推 看起來這邊 並沒有太賺 匈奴還損失了七隻村民 村民庫現在很明顯被拉開了 已經有差距十六村左右的村民宿了 雖然庫曼已經損失了大量的工兵 但後續又繼續產工兵 五射箭場 工兵一直安一直爽 然後木頭有點爆了 趕快要灑田了 趕快灑 灑田 然後趕快找個機會上帝王 然後匈奴看到這一集的進攻已經完全失敗了 現在一集木一集農 現在才點 三十六分點下 啊賀 匈奴這邊經濟 能在點下嗎 這個感覺好像有點凶多吉少了 這個農田樹很明顯差很多 十八片田對二四片田 村民宿數量差了二十村 好這邊看 現在可以加速一下 兩邊應該都不會開始打 好 騎士 欸這邊庫曼開始轉出馬宮了 好 匈奴點下二級伐木 庫曼這裡還沒有點二級木 可能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喔這邊先點拇指 先優先打這樣 但這個品種也要趕快點喔 不然馬宮血量實在太低了 好 這裡有十隻馬宮 要來直接打擊匈奴了 匈奴這邊反而是沒有走馬宮路線欸 反而是走這個騎兵喔 品種加練鎧甲路線 這就挺尷尬的 其實他走馬宮路線也不錯的 畢竟兇人也是有這個馬宮的折扣優惠的 但庫曼沒有 但現在庫曼擁有這個村民宿 強大的經濟能力喔 所以就算這邊出折扣工兵 可能好像也是 打不太贏喔 村民宿差太多了 好 這時候庫曼到了 兇人家裡發現對手家裡一片狼藉 看起來沒有很繁榮 但是後面騎士給的壓力蠻大 這裡沒有拿村民來圍 沒有讀口 哇這裡不圍一下嗎 是我就想圍一下 看起來有點來不及了 他就不圍了 好 這邊把瘦寸的村民拿回去 開始挖金礦 好這名騎士決定不追了 這一波看起來 匈奴有稍微擋住對方的一個馬宮進攻了 但要特別小心一下對手的生旅 馬宮出量起來的話 還是能風箏對方騎士 所以還是要 盡可能的用這個騎士去壓對手 把戰場拖到對手家裡 然後自己趕快農上帝王時代 然後看帝王要在出什麼 那帝王如果打工兵的話 不確定耶 真是不確定 不然打這個打拉和騎兵也不錯 遠防夠高 好直接被招走 馬宮直接做一個交換 好騎士打馬宮的傷害也是蠻高的 但是這裡只要一拉回頭 數量就開始銳減 好庫馬這邊點下來 一二級木二級農 希望怎麼轉出戰毛兵 好如果轉戰毛的話 騎士就可以專心喔 去騷擾對手家裡 然後戰毛手家 這個策略還不錯 我個人也喜歡這種戰術喔 垃圾兵手家 然後騎士喔 工兵一直往外派 好這一波騎士 直接繞進了 哇三個馬就在前線了 直接殺了過來這邊 哇石頭的村民直接被砍 但村民宿庫馬已經到175村 175人口 凶主只有111人口 好現在左右開工 家裡有再毛的關係 騎士就可以安心的去騷擾 哇這波殺了一波 感覺有點賺到了 哇全部各地都在著火 上面收村 家裡也在BBQ 右邊也在騷擾 馬公只能回救 村民宿降落剩98村 村民只拉近的剩10村而已 哇這波賊傷 OK村民拉近至94村 哇這波賺爆啦 匈奴又有機會了 匈奴又有機會了 再殺個兩隻 哇 91村 返超 村民瞬間返超 很可惜喔 右邊這一坨 不知道有在伐木的 這裡要去看一下也是賺個一筆 好那這邊村民反超之後馬上又被反超回去 那現在又反超回來 兩邊都在各種反超 但是家裡完全沒有防守 那庫曼這邊把城堡蓋在外面了 所以家裡要防起來特別困難 只能村民直接原地死去 只能靠馬攻防 好戰毛兵 居然又撒到一村 哇這一波又進來 哇 又塗個幾村 好大量馬攻回來救一下 射得很準有登到雪 騎士損失數量超快 上面這波進攻有點在送 好 好 匈奴成功反超了村民術 103打96村 但是正面這坨馬攻 依舊沒辦法解決 好這18隻工兵 要到達了匈奴家裡 正面被殺了幾村 村民有點稍微被拉回來 但是家裡有戰毛兵在防守 OK這一波打擊看起來不錯 戰毛兵 成功可以守下 應該問題不大 畢竟有二防了 城堡實在大家都是二攻二防 好而且這個工兵沒有在控啊 直接毛兵吃好吃們 好騎士再過來送一波 哇有這個拇指環的馬攻喔 射速有夠快 好這邊想要控攻併收 已經來不及了 全部送光 這時候匈奴要點帝王嗎 看起來也沒有要點的意思喔 城堡要打到底了 但康曼這裡黃金有點多啊 爆到一千多了 那如果打城堡大戰的話 我覺得庫曼有點優勢喔 畢竟庫曼城堡時代 也可以升級衝車升級 連大衝車都有 所以這個 庫曼城堡對決來說 還是有優勢一點的 好這邊轉出一些草原騎兵 那草原騎兵喔 比較特別喔 他是有這個 多一個攻擊距離的騎兵單位喔 但是他蠻害怕箭矢跟近戰單位的攻擊 所以讓黃金造價便宜喔 但我覺得草原騎兵 由蒙古來出還是比較好 因為蒙古的草原騎兵喔 是有這個血量增加喔 但是庫曼沒有 那我覺得庫曼直接打這個大洛馬就好了 庫馬大洛馬也可以點他的銀罐喔 大草原耕種技術 但是他這邊自己的黃金太多的關係喔 所以還是點這個草原騎兵喔 去增加這個基礎傷害喔 被這個戰毛兵射還是血量掉很快 所以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不用這個草原騎兵去騷擾 因為草原騎兵是很怕箭矢 騎士還多易訪 草原騎兵還少易訪 雖然草原騎兵造價便宜喔 但是操控起來喔 著死有點困難 重點是他的肉也是要蠻多的 也是要騎死囉 所以出騎士去打風險比較低阿 好 那這邊有弓兵在的話 草原騎兵發揮效果就沒那麼好 好 大量的草原騎兵加馬公直接長驅直路 這裡有兩隻草原騎兵還在戳村民 馬公直接走到農田部分 但正面匈奴好像沒什麼兵可以防守 兩邊都互相傷害 對方家裡有新騎兵 兩邊都在互打 真的是網內互打免費耶 兩邊都是遊牧民族 算庫曼之後有點被規劃了 有點變成那種 已經不是遊牧民族的感覺 以歷史上來說是這樣子 好這邊戰毛兵 克制效果還是不錯 好那庫曼等一下衝車的升級阿 看來突然意識到 欸對耶我衝車可以升級阿 直接把這個城堡撞掉 把這個金奪回來 好 匈奴這邊開始展開反擊 便宜的馬公 迅速量產 但是草原騎兵 雖然不夠多 打不贏 匈奴這邊轉出了一些輕騎兵肉馬 要來打正面了吧 看起來正面 馬公 不回來救的話會有點慘 只靠輕騎兵 草原騎兵的話有點難守 喔但這個數量感覺夠多 應該可以了 喔欸這邊直接個包夾會有點危險 趕快跑 好這邊升級完 衝車的升級 開始在出裝甲衝車了 好但是這一波馬公直接長驅直路 哇庫曼這一波有點猛 欸兵有點多阿 你家裡沒有兵怎麼守 好 匈奴一直想要把兵派到對手家裡 讓他回救 但是庫曼這次不吃這一套了 家裡完全沒收穿 沒有意識到 匈奴只想把兵往對方家裡送 但是家裡完全沒顧到 哇這一波匈奴有當時那種歷史的感覺了 直接大量掠奪村民 怎麼辦 哇死到深山七十一村 哇這一波 直接一招打死匈奴 沒了 這一看就沒了 匈奴在家裡也是互相傷害 但我覺得匈奴這邊太傷了 連最後方的伐木雪也被打到了 哇 城堡也掉了 哇這衝車只有那麼多台 五六台衝車欸 哇庫曼經濟真的太好了 哇這邊匈奴打錯了聚聚 哇這一波庫曼後期打得不錯 中期有一度以為庫曼快要被砍爆啦 匈奴的強軍事確實有點做到效果 但後期這邊 庫曼直接一個軍事爆 然後直接把兵全部all in到對手家裡 殺了大量村民 村民直接很明顯被拉開快要到一倍了 那家裡也是守得還不錯 基本上都有守住 雖然城堡而且還把對方城堡給衝爆了 這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裡還有城堡 庫曼這一場真是打得著實漂亮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看一下 哦這邊很慘 庫曼這邊經濟全勝 只有石頭修能少贏 多贏一些些可以多蓋兩個城堡 但村民術由於真的差太多 雖然中間有一度 匈奴有反超對手庫曼的村民術 但自己經濟後期兩邊都補的比較慢 畢竟有一方是打強軍事 自己要趕快立即出兵才能防得住 看起來這邊庫曼適宜技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打到大後期真的對庫曼來說會越來越好而已 兇人這邊蠻可惜 家裡移動城堡都沒有 直接被捅光 一波帶走 互相傷害的結果 沒想到是兇人直接被秒殺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 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